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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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飛翰天下 王毅搞分化 當然了 在歐洲搞 希望歐洲和美國切割 結果不成功 反而令到歐盟與 美國走家走在一起 因為有俄羅斯的因素 至於韓國和日本 中國直接將他們推向美國的身邊 今天要補獲 所以近日王毅會見出席 2023年的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的貴賓時 不知道為什麼 一時鬼迷心笑 竟然說歐美的人分不清楚中日韓 頭髮染得再黃 鼻子整得再瞻 都不會變成西方人 我們三國合作可以振興亞洲造福世界 你要分化美日韓的關係 本來就是司馬超之心露人皆知 你就直講就好了 不要搞這一套種族論調的野尼笑病 中日韓都是黃種人 美歐是白種人 小學生都明白 但今天是什麼世界 世界還會以種族來講利益的嗎 前蘇聯是斯拉夫人 歐美是中格魯薩克信人 德意志是條頓人 亞洲是蒙古人 這個是人類學的分類 中共一年到頭講的是中華民族 這樣民族主義的藉口 民族主義的今天 還勉強可以自圓其說 但是以種族論國際局勢 這個就是黃毅的新答明 但是有誰會覺得黃毅講出一番 驚天動地的新理論來嗎 到今天黃毅還想分化美日韓 他對國際局勢有沒有最低限度的認識 美國不是分 不是了解日韓之間的世仇 還是兩國建立了空前緊密的國防 外交經濟 和高科技的聯盟關係 美日韓站在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立場上 又加上國際反共的一陣線 形勢一邊倒這樣 展壓中共 這個不是一時的利益吹向 而是帶有全球戰略意義的宏觀部署 這種局面一旦形成 至少五十年內都不會改變 這個已經意味著熟悉的國際政治的人 都普遍有這個共識 黃毅蒙昧至今 只能夠說他水平太低 要分化美日韓 早在特朗普時代就應該做了 那時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當時美國外交上有短期的孤立主義 特朗普實施美國第一的國策 在國際事務擠壓歐盟和日韓 日韓本身也都因為歷史的問題 懸疑未決而互相這樣有衝突 關係冷淡 韓國左派政府又實行親中外交政策 即是文在寅 那時要分化美日韓 條件有利很多 可惜當時中共財大氣粗 一味欺凌日韓 因為韓國部署殺德系統 野蠻排擠韓國企業在中國的生意 禁止韓國影視和表演團體 對日本也步步緊迫以勢令人 中共預見不到國際政治演化的方向 今天孤立創造條件 而來到現在孤立之勢已經成了 你已經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去分化對手 突然拿種族問題出來講故事 這個只不過是自暴其短 講到明你已經沒有更好挑釁離間的辦法 連這麼低端絕劣的話都要搬出來 真是已經既窮 國際政治局勢從來都沒有以種族利益為訴求的 除了希特拉發動的戰爭 以條頓人優等民族為理由煽動反猶太的情緒 大半個亞洲是黃種人 但是抗日戰爭、韓戰、越戰 都是黃種人之間的進行 兩次世界大戰最終都是民主與獨裁不同價值觀之間的戰爭 今天美、日、韓同盟 當然也都不是建立在種族利益之上 這個小學生都明的常識 為什麼黃毅貴為大國外交首腦 他愚昧至此 今天的國際政治說的是價值觀 是地緣政治的利害 只是意識形態有關 與國家有關 與種族一無前關係都某 黃毅拿這種說話來遊說日韓外交官 真是幼稚得失國格 一國的外交官代表這個國家的尊嚴 代表一個國家的面孔 黃毅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話題 這樣談談中日韓往日的關係 談談三方合作各自的利益 也不失為今天天氣哈哈哈哈的應酬話 明知沒有效果 但至少不會移笑大方 被人覺得中國外交官沒有了道 中共今天的處境已經到了覆水難收的境地 日韓外交官來到中國 各自抱著一堆成見 也都早已對應對中共的橫蠻 和狡猾會有足夠的定力 彼此見面 無非就是例行公事 既不抱改善關係的期望 也都帶著一種 看看你怎樣表演的心態 黃毅這一番的表演 也都符合了日韓兩國的期望 就是中共在外交上已經既窮 香港人說有多久的風流 就有多久的折磨 這句俗語很有智慧 既有今天的絕劣表現 何必有當初野蠻嬌橫 種瓜得瓜 種鬥得鬥 你種低了仇恨 收割的就是敵意 時至今日再回頭 已是百年生 中國外交何時墮落到這種地步 是因為習近平當政之下 中共的內政外交就是一場長的災難 不同的部門的官隨意亂搞 搞出來亂局 等習近平去收集 王毅的低能表演 丟盡中共的面 有些中國人的尊嚴 這樣外交官應該收起來收起來好 不要再出來在這裡 令到別人看得不舒服 其實顏順生氣到最後那幾個字 不是這樣寫 不過基於尊重我們中國外長 所以我美化了這一句的說話 節目做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